直播大胆将是iOS终于更新了 大家好我是庄先生 不少渠道都在近期更新了 有些甚至是更新好几天了 唯独iOS最晚更新 想当初第一更新的可是苹果 现在变成了倒数第一 真的是音乐那句话 风水轮流转 差不多说 本期我们来看看更新后有哪些福利 首先回忆商店可以白嫖凤梨 以及最新的街机神器 然后成就系统开启 所有任务可以获得超级丰厚的奖励 钻石 蜗牛币 药水 秘宝券 应有尽有 然后也有人大概算了一下 这次回忆这里更新的赛季 可以白嫖3200多钻石 大家也可以点击暂停看看 它是如何计算的 如果有不对的地方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补充一下 现在回忆这里通关一次 普通关卡可以获得30钻石 如果挑战都勾选 可以获得160蜗牛币 这个奖励是非常香的 并且如果是精英僵尸关卡 还会给40钻石 比打三次追击boss 钻石还多 我只能说这次拓围是真的良心了 如果同时也有不少关卡 是非常阴间的 比如我一路高跟猛进 打到了第六关 这关有一个吹飞10个僵尸的任务 我打了好几次都失败 最可恶的是 这关冒失并没有飞行僵尸 一句打下来 我一个都没吹到 难道是要在滚筒爆炸的一瞬间 放山野草吹走小僵尸吗 通关了的小伙伴 记得留言告诉我一下 谢谢 总之这次更新还是很良心的 大家可以疯狂斩钻石 迎接以后的团购 获取新衣之物 好了本期视频就见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